李亚鹏深夜发文宣布噩耗,王妃却无任何回应,网友,白养三年 王妃和李亚鹏结婚生下了李嫣 但是他们这段婚姻并不是那么顺利 一开始是女儿李嫣患有唇恶劣 为了能够让女儿的嘴唇恢复到正常人的嘴唇 李亚鹏没有少费心思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影响 她还专门带女儿去国外治疗 甚至还成立了协会专门来为患有同样病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经过了三次手术后李嫣的嘴巴已经恢复和正常人一样的了 如今大家也经常能够在各种秀场上看见李嫣的身影 她不仅遗传了母亲王妃的气场 而且特别自信,还特别有主见 前不久李亚鹏深夜发文 王妃曾嫁到李亚鹏家里 在结婚后的三年里李亚鹏的外公给了王妃很多的关照 如今她老人家已经是去,而王妃之字都没有回应 所以网友们表示王妃被白养了三年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没有必要在社交平台上做出节哀的回应 说不定人家私下里已经去节哀了 所以大家说法也不对 李亚鹏深夜发文宣布二号 王妃无任何回应 网友 白养三年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